把骨头砸开啊 里边的那白糖 那就一香 那就一滑 使劲那么一吸 我不爱吃鸡腿 我嫌它油多肉厚 闻着香 吃着更香 其后 一刀真不客气啊 我是伤员手刚好 不得伯伯吗 现在鸡跪着呢 三十文一只 你自己尖量着办 展柜的吃 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 江超增肥三十斤 杀意减掉二十多斤 可见啊 为了更接近剧中的形象 演员付出了多少的艰辛 咱们这一说一过 当玩笑说了 这里边的辛苦啊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眼泪啊 止不住地流 止不住地放下流 耳尺巴的牌子 我脖子上挂牙 大街小巷把我揉 手捧着我握头 在里没有一地友 沙翼和江超呢 只不过就是身体上 受点苦造点罪 到了颜尼呢 那就更尴尬了 当时上镜导演 找他来演这个童香玉啊 告诉他了 说你就照着这个 新鲁门客栈里边 这个张曼玉 你就研究他 照这个研究 你走不了 颜尼在家研究了一段时间 之后呢 没想到导演这要求提高了 说你既要演出这种风情万种 但是呢 还得不怎么化妆 既要塑造出拔面玲珑 还得要演出那种 抠门跟贪财 最重要的 你还得是个醋坛子 颜尼一听着就懵了 他本来就没有多大信心 能演出张曼玉的 人家那种风情万种来 这一下子还多出 这么多的情绪来 这你不要人命的吗 除了这些以外呢 导演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颜尼得说自己家乡话 陕西话 哎呀 这下把颜尼给难的啊 不是说说陕西话难的 你想想 塑造这人物 说着一嘴陕西话 还得要风情万种 这么一位老板娘 颜尼那段时间愁的呀 只做噩梦了 但是不得不佩服 颜尼人最终还是 是把一个操着一口陕西话 哎 然后这种风情万种的老板娘 演得活灵活现 这里怎么没有办法说的 不过就不过 摔一盘打碗 一拍两散 你别瞎 你干啥意思 你别瞎一瞎 舌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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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面还说什么 你灵活 不过颜尼人演技没问题 但是他心理素质可不怎么样 这话咋哪来的呢 他在片场里边 跟咱之前说 这宋丹丹犯同一个毛病 他也爱笑场 这个上镜导演呢 后来也是 了解他这脾气了 每回正式开拍之前 先说 先等会儿啊 先让他笑 先让他笑个够 笑够了咱再拍 就这样 他还是总忍不住笑场 你就比如说 燕六 他祈求姥爷 来了 看他那场戏 是吧 照顾好 祈求姥爷 是吧 就这顶 严尼人就一直 就忍不住笑 结果就这一场戏啊 拍了好几个小时 足足拍得有七八十条 其实呢 这也不能怪燕丹 是吧 也不是说他不敬意 确实 因为这个《武林外传》 这个台词 确实太有意思了 是吧 你别说他呀 就导演上镜也是一样 经常一边倒着 一边在监视器后边 还得偷摸笑来 你给推上了 那是这个《武林外传》的台词 为什么这么搞笑啊 人生烦恼十字始 猴头猴脑猴炸子 猴猴马猴近似猴 这王猴